说到牛郎,大家印象中是不是都长这样,这样,或者是这样? 其实,直到今天,我也一直以为日本的牛郎都是长这样的。 可是,当我偶然看到一张90年代的日本牛郎照片, 它简直让我目瞪口呆,那迷人的外貌,那俊朗的面容,真是让人心动不已。 我开始不禁思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日本牛郎界的颜值断层式下降。 对了,请先点个赞再继续观看吧,这样可以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我们的内容哦。 在日本,牛郎通常是指男性陪酒师或男性陪客员工, 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为客人提供陪伴、交谈和娱乐, 以提供愉快的社交体验,通过语言的高超话术来缓解对方的压力。 牛郎的收入大部分来自酒水费,还有女顾客单独给牛郎的小费和礼物。 可能有人会问了,那牛郎这个产业是如何兴起的呢?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 社会中出现了一种需求,即提供社交娱乐和陪伴服务的场所。 这人啊,一旦过上好日子,就总是喜欢想东想西。 一些酒吧和夜店开始雇佣年轻男性作为陪酒师, 为客人提供陪伴和娱乐。 这些陪酒师后来被称为牛郎,成为一种特定的职业。 保暖私营日这句话可不是说着玩的。 所以,在当时的日本,风俗产业也开始发展。 1971年,一个叫爱田伍德的商人在东京开办了一家名叫艾雷天口的夜店, 并规定只为女顾客提供服务,主打浪漫、甜蜜的氛围。 谁知道,这套运营术很成功,市场反应非常好。 于是,从此之后,牛郎店便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但牛郎行业并不设计性服务, 他们的工作重点是提供陪伴和娱乐, 通过语言的高超话术来缓解对方的压力。 牛郎通常通过展示自己的魅力、幽默感和良好的沟通能力来吸引客人, 并确保客人在他们的陪伴下度过愉快的时光。 而越是身价贵的牛郎,就越坚持自己的职业操守。 视频开头的那个大帅哥就是牛郎界的鼻祖,刘昕。 刘昕原名水野正大,出生于1974年,身高175厘米。 早年从家乡只身艺人来到东京闯荡。 而他,最大的优点就是长得帅,他也很清楚自己颜值的优势。 所以,找的工作一般都是需要抛头露面的,比如餐厅服务生、酒吧调酒师、模特等。 但他不管做什么职业,都容易半途而废。 于是,不想做打工人的他便有了创业的想法。 但创业说着简单,钱从哪来呢? 于是,他决定将颜值利用到最大化,并在最短时间内用颜值变现。 1994年,20岁的水野决心要以服务女性为目标赚取金钱,便去了歌舞伎丁应聘牛郎。 毫无经验的他向得愣头亲,第一时间就去了东京第一的牛郎店Top Dandy应聘。 这家店属于当时日本最大的牛郎集团Group Dandy。 帅气的外形成为了他的通行证。 店长一见到他,还没等他开口,就让他赶紧过来上班。 从此化名为刘欣,游走在不同女性之间,让女性为他争风吃醋,疯狂消费酒水。 贱眉心目,下额瘦靴,身材得当。 这样一个男人,穿了一身静腻的西装坐在你旁边哄你开心。 你,还不心动? 刘欣自从入行以来,客户就没断过。 即使他一周只上两三天班,也是店里的超级头牌,迅速完成了自己的各项KPI。 很快,他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让女顾客心甘情愿为他消费的方法。 著名的香槟塔,大家都听说过吧? 就是刘欣苦思冥想出来的,让客人为他消费更多酒水的营销方式。 根据客人的不同消费,搭建不同层数和数量的香槟塔。 看上去豪气又有派场,还能刺激到别的客人为他消费。 从此,无数日本女性宁愿倾家荡产,都要冲着刘欣的颜值消费。 她的预约一直都是爆满,甚至有些客人为了见她一面,争得头破血流。 虽然颜值及正义的理论永远存在,但她更是拥有精灵的情商和高明的话术。 刘欣26岁那年,就凭借牛郎的收入攒够了创业基金,直接自己开了一家俱乐部。 日本著名漫画夜王的原型,就是她。 33岁的她,也因为这部日漫,获得歌舞伎丁夜王的浮夸称号,直接冲出歌舞伎丁,红电全日本。 从此,她以夜王为名行走天下,甚至活跃于日本各大综艺节目。 而除了刘欣,当时日本牛郎的颜值水平普遍要比现在高出许多。 90年代算是日本牛郎颜值的巅峰,到了2000年初,颜值其实也没有下滑得非常严重。 2005年,身高185的一条一膝脱颖而出,是日本少见的高个帅哥。 虽然这个发型看得是有那么点非主流,但人家长相不差,身材爆炸。 可做牛郎,人比表面看起来难。 长得最帅不一定业绩最好,长得一般也不一定业绩靠后。 优秀的牛郎,要具备方方面面的能力,难度不亚于当艺人。 也许是因为长得比较凶,不够讨喜。 入行半年后的她一直没客人,所以没啥业绩,工资少得可怜。 但一条并没放弃,学着察言观色,考虑把女孩子的心情放在第一位,思考如何满足他们的愿望。 客人们逐渐发现,这个牛郎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够和善,但是聊起天来彬彬有礼,温柔尽人。 慢慢地,一条从无人问津变成第一台主。 成为第一后,她并没有心浮气躁。 当别人问起她是如何做到No.1时,她谦虚地说全靠共事的伙伴们。 一次当第一容易,次次保持第一却非常难。 可一条长期蝉联牛郎界第一的宝座,以至于现在都还留有她的传说。 挣了钱之后,一条选择辞职。 于2008年3月17日,成立了Eternity Rose牛郎店。 虽然升级为老板后不怎么陪酒了,但每年过生日时还是会收到各种豪车珠宝。 但是千禧年后,日本牛郎店的画风就慢慢往沙马特的方向一路跑偏。 可能是为了贴近偶像剧,满足女生们的幻想。 或是迎合一些热爱二次元的女客人的喜好。 牛郎们开始倒腾新花样,热衷于Cosplay,也喜欢搞一些洗剪吹造型。 到了10年代,画风继续改变。 新一代牛郎们除了保持上一代的洗剪吹风格,脸上的科技含量也上来了。 再看看如今活跃在公关界的新一代干将,似乎都不太让人有消费香槟塔的欲望。 回头看,上世纪牛郎店的工作照,不禁感叹一句,是审美降级了吗? 而且现在的牛郎店也乐中于给大家带来别样的感受。 他们不卷颜值,开始卷年纪了。 58岁是个什么鬼? 这到底是我在消费你,还是你在消费我呀? 还有那个号称日本第一牛郎的罗兰,顶着一张科技脸对外宣称。 这世界上只有两种男人,一个是我,一个是除我以外的男人。 大家是不是很迷惑,为啥他们长成这样还能靠脸吃饭? 为啥牛郎的颜值从90年代降级成这样? 日本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们有没有发现,日本牛郎们都喜欢染成金发黄毛? 这可能是因为日本的动漫产业太过强大,而日本人的成长离不开漫画。 无论他们喜不喜欢,漫画都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他们。 而女性对于恋爱或理想对象的初次接触,很多都来自他们所阅读的漫画和小说中。 这些俊美帅气的形象变成了心中的男友。 这种发型在动漫里看非常帅气,但到了现实生活中, 如果五官不够硬朗的话,看上去就是蠢蠢的乡村非主流。 而为了讨女生们喜欢,牛郎们也会去cosplay一些日漫人物。 其实,让人出戏的浮夸造型是故意的,一切都是为了营造和白天不同的异次元。 漫画般整齐一致的造型,让人进入牛郎店就像来到另一个世界。 在这里,可以彻底抛开工作,家庭,社会,不受世俗干扰,逃离现实。 所有话题都只会留在这里,可以放心畅所欲言倾诉秘密。 坦白说,每次看到日本牛郎的照片都忍不住眉头一皱。 如果光看颜值,真的会觉得质量参差不齐,好难选择。 当然,大部分都是丑的,颜值比较过关的只占少数。 而抛开发型,单论颜值的话,那就要牵扯到日本社会的问题了。 八九十年代的日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体量猛追美国。 所以,消费主义在日本盛行,就算泡沫经济到来,还是有很多人在进行最后的狂欢。 那时的日本有多疯狂呢? 刚毕业的大学生哪怕扛着50%的利息也要贷款买车,日本人均信用卡数量高达6张。 人们喜欢超前消费,喜欢一切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事物。 而帅气的牛郎就在其中。 九十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开始崩溃,经济压力又给人们带来情绪上的焦虑。 而牛郎则成为了提供情绪价值的来源。 在经济泡沫之后,日本经济就再也没有曾经的强势势头了。 而日本又是东亚典型的男权主义社会,女性地位不高, 经济越下行,男权社会里的女性处境就越低下。 所以,现阶段牛郎最大的卖点是情商,而非颜值。 在以真实事件改编的日剧《明天,我会成为谁的女友》里, 女主角说过这么一句话。 她之所以对牛郎着迷,是因为, 过去从来没有人像这样,把我当成一名女性来对待。 比起男人重视女性外表, 女人更在乎心灵的满足与陪伴。 因此,牛郎比的不是谁帅, 而是谁更会聊天,更会察言观色。 在不触碰客人隐私与禁忌话题的情况下, 靠甜言蜜语让客人感到安心有趣,才能存活。 如果只是长得帅而不会讲话,那马上就会被淘汰。 牛郎们是按女性客户的心理需求, 所以她们在最开始会以暖男的形象出现。 即使女顾客不理睬她, 她也会耐心地给女主发各种贴心消息, 不择手段地满足她的情感需求。 她提供的是情感关怀, 是一种虚假的恋爱幻想。 甚至,还故意表现出帮女顾客支付一部分账单的行为, 以引诱女顾客上钩。 一旦云上钩, 她明白女顾客已经被她制造出的虚假关怀所吸引。 她又会借机制造起若即若离的感觉让女顾客恐慌, 用这种方式引导她在店里消费, 以此获得与她独处的机会。 一些低劣的牛郎, 甚至会故意让这些女顾客看到风俗女在店里挥金如土。 在她们有意地引诱甚至欺骗下, 自己女顾客更进一步地陷入泥涨。 最平常的, 莫过于采用色恋营业的模式。 用甜言蜜语让女孩相信自己是特别的, 自己是被爱的, 哄她们为自己花钱。 而更恶劣的, 龟屁UA莫属了。 牛郎们让女顾客把她当成精神寄托。 在她们的术语中, 这叫做预营业被称作最恐怖的营业方式。 不管你投入多深, 对她来说你也只是个钱包, 她会针对你的弱点, 编织出温柔的网, 然后一点点收紧。 而现在的日本社会经济衰退, 平均工资水平并没有比90年代高出多少。 在这种情况下, 对本就地位不高的女性来说, 她们的处境又能好到哪儿呢? 去牛郎店消费的不是只有富婆, 也有很多人只是平凡的普通女孩, 全职家庭主妇, 甚至女性风俗从业人员。 她们里面有很多人不被社会给予充分的尊重, 生活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之下。 而牛郎带给她们的是尊重, 是关怀, 是爱。 即使, 这些东西都是虚假的。 对于日本牛郎来说, 颜值大于情商的年代已经过去, 无论在外貌上如何内卷, 也不如一个会嘘寒问暖的嘴。 日本牛郎变丑不是审美的改变, 而是日本女性需求的变化。 在未被给予充分尊重的社会氛围下, 情绪价值才是最能让人上瘾的存在。 或许, 有些人会觉得陷进去的女生很蠢, 但真实情况是, 高敏感和低自尊的个体最需要的就是他人的倾听。 就像陪聊产业以及女仆餐厅的爆火一样, 其实在里面消费的, 大多都是生活忙碌的社畜。 他们之所以愿意选择这种带有利益性质的虚假关系, 无非是为了一段暂时性的陪伴。 我们都清楚牛郎不是好人, 但依然有那么多人愿意沉浸式沦陷, 不恰恰说明了个体情感的缺失吗? 个体总是孤独的, 在现代社会更是如此。 从本质上来说, 嫌弃牛郎的颜值降级没什么意义, 因为他们也只是人们需求变化的一种映射罢了。 作为局外人, 站在上帝视角的我们可能会想, 女顾客明明知道自己是用金钱买服务, 是一场明码标价的爱, 为什么还会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但作为当局者的他们并不知道, 从走进牛郎店的时候,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尽收牛郎眼底。 牛郎利用设计好的套路步步为营, 一步一步地攻略他们的身心, 本身就存在情感缺失的他们, 就更加容易掉入精心设计的陷阱。 如今的牛郎行业在日本已经臭名昭著, 因此他们瞄准海外市场。 庆幸的是, 随着国内外信息差得缩小, 国人对这一行有了更深的了解, 不会轻易被他们的鼓吹内容所蒙蔽。 你跟他谈感情, 他骗你下海拍片, 把你榨干。 这, 就是真实的牛郎。 跟只讲利益的人谈感情, 受伤的只有自己。 拒绝PUA, 不为牛郎产业买单。 如果不幸碰见像牛郎一样试图进行情感操控的人, 别犹豫, 赶紧跑。 对于今天的故事,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忙点个赞或者点击订阅按钮。 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 照顾好自己, 下期见。